新年一年大轮山拍下彩虹雨铺飘过山头 日落之后滑灯出上 云层底下透着琉璃光 夜幕笼罩下雨铺有如一席轻飘飘的白沙轻轻拂过 苏时摄影呈现这样的美景让人忍不住赞叹 拍摄地点就在这里南投鹿谷大轮山 摄影师是他 一个透过摄影行销家乡的农夫 我是农民嘛 我是种茶的嘛 那就是说 如果能够把兴趣跟自己的产业能够结合 那是当然是最好的 那也为我们地方记录一下 这么美的东西把它记录下来 他是个茶农 以前常常看到摄影师 专程来到自己的家乡拍照取景 大约十年前 自己也开始拿起摄影机 加好摄影机取景泡个茶再来收工 接着后置剪接 好 直接来往云海 大概十月份了 调速度 大轮山将近一千五百公尺海拔 云雾缭绕四季变化 还有著名的银杏森林 茶农透过镜头行销 游客慕名的来 粉专看到的 因为它这边有拍一些缩石的影片 然后一些云海的影片 我觉得这里还蛮漂亮 三线也很漂亮 我觉得清零现场看的感觉跟不一样 农夫学摄影拍出的兴趣 还进阶学空拍 已经考取征兆 超过空拍机 视野飞上天 就像长了翅膀 漫步在云端 远处云层透着阳光 底下是软绵绵的白云 果真此景 只因天上有 农夫不只是农夫 还进修资讯传播硕士 把亲生实在经验 当作论文研究 发表行销家乡的美景 TBS新闻 陈家贵无数品 南投报道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